再来看国民党的中常会 也有许多中常委对党的未来感到忧心忡忡 他们指出这次的学生抗争行动 充分显示了国民党的网络宣传能力是远远的落后 在接下来的选举当中 年轻选票恐怕大幅流失 国民党中常会邀请卫福部长邱文达报告偏向医疗 但中常委思考的却还是这回学生抗议的问题 希望党中央能够有所检讨 除了质疑决策过程 更多中常委担忧的是这回立法院从内到外 抗议的脸孔都是年轻族群 而比起他们运用科技及网络传递资讯的能力 国民党显然不足 国民党必须要加强在网络方面的一个资讯 也就是立即通 让所有的好朋友都能够清楚地了解到底在做什么 我倒是蛮担心的这个年轻选票的一个流失 不过在一片检讨的声浪中 也有中常委认为还有很多沉默的多数是支持国民党的 这次很多学院的领袖都是从某个基金会出来的 其他没有接受到这些赞助的学生其实也看在眼里 面对各种声音 当主席马一九还是重申七号在党团大会的立场 要求党员要团结一致 让监督条例以及服贸协议都能够紧速过关 记者林中午郭俊林 他也报道